在江苏城北部沿海地带生活的时候呢 还经历过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都传声发冷 那年大概11月的时候冬天 上午天气非常好 大概14 5度 6度的样子 我们在那边坐海提 因为劳动的关系 衣服都穿的不是很多 到中午忽然接到一个命令 叫我跟另外一个朋友 带了18个人 大概要到20里以外的地方 去搬用一片 搬用一批粮食回来 那我们就带了匾搭麻绳 都没有穿很多衣服 一来一去大概三个钟头 可以完成的事情 就吃了 一个多钟头到了摩迪地 也没有事情 天气还是很好 然后把粮食 每人大概负担了一百多斤粮食 挑了回来 总共两千斤的样子 在回程的时候 走到一半 忽然之间这个风云变色 那时候就在这个人的渺小 在整个大自然里面来比较 觉得渺小到完全不像 不成比例 天忽然之间黑下来了 天黑的时候 那个鸟在飞啊 还有海鸥在飞的时候 那个肚子就跟上来白 那个印象好深刻 那个天减着黑的跟 深灰色的一样 然后气温就下降了 到时候才知道 下降到零下十二度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 知道冷 那个风吹上来冷的刺过 然后就每一个人就跑 那粮食也不要了 也扔掉了 就跑 跑了跑了就有人倒下来 有人倒下来 我们就去看 每一次他人倒下来 都是脸朝下倒下来的 我们把他反过来看 一看到之后 这个人就朝我笑 我说他把你笑什么东西 冷的 一个冷死人了 你还笑 这样子 跟他讲话的时候 这个人根本 已经冰凉了 这才知道他已经死掉了 一个死掉的人 会露出那么诡异 就认个笑 这是我第一次的经验 后来才知道 凡是冻死的人 都有这样的笑容 因为人冷的时候 这个脸上的肌肉 不知道怎么样收索 抽紧 就现出这样种 伪异的笑容了 那个笑容之可怕 现在闭着眼睛 都可以想出来 两个嘴角往上翘 眼睛的瞪得又不像瞪的 古怪到几点了 然后就一个一个死 那时候我年纪轻了 跟那个另外一个朋友 年纪轻 拼命跑 拼命跑 后来之前看见 前面一个小房子 那时候所有的人 常都倒在地下 反正是倒在地下 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去看他 翻过来看他死了没有 而且那种古怪的笑容 看得多了 人也害怕 根本不敢看 再有人倒下来就不管了 明知道他一定是冻死的 然后就跑跑跑 跑到那个小房子里面 一家孤零零的 一个乡下人的屋子 两个人就 在罩门口 那个所有的 那时候北方乡下人的 房子里面都有 都有罩的 在罩门口 就把他里面堆了草来生活 然后到第二三天 才有人来 拿了棉衣服来 把我们 把我们救出去 我这才知道 在零度以下 因寒冷而死的人 脸上会发出 那么诡异军令的笑容 这个以后 我碰到很多人 有这种看过 看过这种 动死的人的经验的人 他们说是那样子 而且如果再冷下去的话 整个身子还会 弯成很古怪的 一种居楼的形状 我是没看过那种形状 我只看到他们那种 很可怕的那种 诡异军令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